一战以后日本发展迅速,成为亚洲称霸的选手,在相继打败德国和中国后不可一世,二战就是日本挨个虐待亚洲国家的一场表演秀,在亚洲日本走路比螃蟹还遥横,这要归功于日本发达的工业技术和士兵的补帕斯精神。 日本兵的装备不敢说世界第一,德国和美国绝对超过它,在亚洲那是无人能比的,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日本兵不喜欢戴钢盔,却钟爱那种两边搭着快尿布的布帽子,难道他们练有铁头功? 头盔最早要追溯到原始社会,因为头是人体最关键的部位,最早是用瘦骨或者疏皮绑在头上,也有用椰子壳或者大背壳做头盔的,到了青铜出现便有了青铜头盔,我国出土最早的头盔是殷商时期的,青铜头盔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了。 现代钢盔是法国最先发明的,据说一战前铜头盔,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便被弃之不用了,比与不了枪炮带了也是白白浪费体力,一次法国军队被抛击,一个吹是兵没地方懂,就把铁锅反过来扣在头上,但片纷飞没有对它造成伤害,长官得到启发,就打报告让生产了钢制头盔,由于作用很大,很快就传遍世界。 一战中后期基本参战国都配了钢头盔,英国和美国用的是先进的高猛钢头盔,为什么到二战了狡猾的日本兵对这种能救命的东西不重视,这种样式的帽子,最开始是在法国的北非军团使用的。 其目的,是为了在沙漠地区作战的时候,保护法国士兵,不会被阳光所捉伤后颈,不仅如此,还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。 在明治维新时期,日本军队的组建,主要的学习对象,就是法国军队,所以,这种军服的样式,也就被日本学了过来。 亚洲东部有什么沙漠地区可以让日军作战呢?的确不多,可是,亚洲的热带丛林地区分布很广阔,在中国南方,面殿柬埔寨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地区,都是处于亚热带地区,气候湿热,蚊虫肆虐,容易滋生疾病,并且传播疾病。 日本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时候,士兵的非战斗检员,竟然还会超过作战中的伤亡,这就让日本人开始有所警惕。 于是,日军帽子上开始有了这两块屁帘,其目的,就是可以让日本士兵在行进过程中,得以通过屁帘的摆动驱赶走蚊虫,即便在禁止的时候,也能够挡住蚊虫的叮咬。 这样一来,就能够极大的阻止疾病的传播,减少非战斗检员,还有日本最先侵战的是我国东北,大家都知道东北冷,冰天雪地是它的原貌,日本鬼子带着钢盔就出了问题。 由于日本在钢盔里夹得衬布太薄,头发基本都是和钢盔挤在一起,不说急行军,就是一套草下来都要出汗,冷风一吹结冰了,头发和钢盔长在一起,有时候头皮都冻在钢盔上了。 和冬天舔其干一个道理,要拿下头盔很不容易,强行拿下来结果可想而知,头发扯掉还好点,把头皮扯下来就惨了,这种意外受伤划不来。 所以日本兵都喜欢戴着布帽子,两边有两块大腊的布片,一来这种帽子冬天薄暖,夏天通风,两边的布可以拉起来保住耳朵,防止耳朵冻坏,还可以用来擦汗。